明星期間 救援黃金時間已過 在鎮央凡城 當局陸續停止搜救工作 但在重災區埃爾吉棲 還有好消息 一個被困108小時的13歲少年 奇蹟獲救 救援人員在廢墟中 很小心地將少年抬出 在同日獲救的18歲男子 也被困接近100小時 在醫院接受治理 災區7,000多座的建築物超過5,200座嚴重損毀 無家可歸的災民數以萬計 但是災區遇震不斷 更加是連日出現雨雪的天氣 不少無家可歸的災民 在航冷的天氣冒雨排隊 領取帳篷等等救援物資 解決嚴眉之急 但是災區帳篷的數量不足 加上有人趁機炒賣逃利 有災民排隊3天都空手而回 不少災民埋怨政府救災不力 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救援物資 都分別混底土耳其 主要都是張篷 被災民在航冷的天氣暫時有車身之鎖